耶 欢迎收看新闻准备看 记得要订阅和按赞 是的 你知道吗 国庆知道的 9月16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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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应 各族应该要团结的日子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用一个 非常harmonic 跟peace的态度 来聊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我们才看 我们一起来聊一个 Happy Malaysia Day 帅一拍 帅一拍 不可以就不要看哦 如果是安哥就不要乱留言 不要一直骂安哥 你要跟他讲harmonic好不好 好 大家都要harmonic 好了 我们今天要来聊 就是全马瑞的哈辣亲证认证的议题 我们应该可以理性地跟大家讲这个新闻 事情是起源于这个9月2号的时候 就伊斯兰发展局 还在费搜发了一个文告 表示有6家慕斯林经常光顾的 这个著名连锁餐厅 其实是没有获得亲证认证的 包括一些非常恶熟能 像Johnny's Black Kayon Dolly Dimson Mr. Takabi Bong Goods 高高跟Ion Banyer Perser Iron Banyer 有4家分店有拿到啦 Dolly也是中央厨房有啦 他们后来澄清 然后Johnny跟Black Kayon呢 则是讲说他们正在申请着 然后他们讲 他们其实对哈辣本来就很严格 只是好像还没有拿到神这样子 当然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突然间就拼第一项出来 其实早在慕斯林群体 这两年都一直有在思考 所以Perser Iron Banyer跟哈辣是有一点点就是差别 对对对 那要不需不需要去理清他好 然后他们跟安心其实一直都有讨论 那Jack Kim现在就出了一个文告说 有一些非常受慕斯林 常常去光顾的店 其实是没有哈辣的 那来到了9月6号呢 我们的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部长 拿多么 哈莫南英就表示 其实目前呢 所有的餐饮业都是自愿去申请哈辣生嘛 不是强制嘛 是 但Jack Kim就是在考虑一项提议 考虑跟提议吧 考虑啊 就是要求这些所谓的 Perser Iron Banyer跟Alcohol Free的公司 是 强制也要你去实施这个请求认真 啊 这样 第一个遭殃的就是Darsa Fried Chicken 什么的吗 虽然他是非常的马来民族主义 但他其实没有哈辣生 没有是吗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我在TikTok上面刷到了 就有人调侃着 调侃他 然后当然这件事情也侧面的反映出来 讲说其实有很多的穆斯林的餐馆 不管是非穆斯林拥有还是穆斯林拥有 其实有蛮多的 大家都没有这个机会去申请哈辣认证 尤其是SME就是 太小的啦 就是有困难要去跑这么大的程序来拿一个 哈辣是不是一件容易拿到的东西 就是因为很严格 所以我们才享誉国际嘛 对对对 马来西亚的哈辣社其实是享誉国际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讲说 哪怕是很像中东的穆斯林 他们的产品呢 如果要得到中东的客户的青睐 他们也如果有哈辣社 最好是拿马来西亚的哈辣社 对他们也会更想要一点 其实他本来就是比较严谨的一道程序 其中就包括讲说你的食品制造商 来屠宅场啊 运输啊 其实都是需要有哈辣的这个证明的 每一个环节都做到要很足够 包括讲说 如果你是跨国企业或者是中小型企业的公司 你需要有一个内部的哈辣 然后还要认名一名哈辣事务主管 来确保你这项事务是一直在运行的 然后如果是你的厨房啊 加工食品啊 处理啊 你也是需要至少要有两名的 这个全职穆斯林工人 然后员工呢 也需要去有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啊 可能讲美甲这些也是不能够做戏业的 可能讲美甲这些也是不能够做戏业的 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哈辣就是宗教性的规定 其实有很多是卫生性啊 福利性的规定啊 福利性的意思就是讲说 员工的待遇 员工待遇也要好 你不可以约待你的员工这样子的那种 然后他其实是蛮严的啦 他也很繁琐啦 其实他申请不是简单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个人的一些不称之想说 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发展那些人是擦枪图 一开始我看Chakim也是回答说 OK我现在Clarify有很多人问我 那以后请大家 这个消费者自己也要提高景气 去他们的eHala App那边去编装 他其实只是一个想要Clarify 大家的这个Hala认证的东西 但是自从首相署的部长出来表示 有可能考虑强制建议过后呢 其实他也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强制谁怎样强制 对可能是连锁店大的还是怎么样 他从来没有讲过 对但是就大家的反复就来了 首先就是有反对的声音 比如来自行动党的这个Sputed的议员郭淑庆 他就列出了三点来觉得这个提议不可取 第一他觉得强制清真认真会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 就是尤其包括千千万万个 其实马来的中小型企业的参与业者 也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因为你平时去吃的一些妈妈 或者是那些人骂在街边 怎么可能完成 完成得到这个程序 就太难了 然后包括他觉得疫情后期 很多SMU我们在努力的复苏 你这样子强制清真认真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跟这个行政负担 然后第三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是自愿性 让业者自己去决定说根据市场需求 去决定要还是不要身心 你不应该去强制推行push人家 那至于这三点他就开始讲一些比较重的话 比如说他觉得这样子就是变向波多消费者的选择权利 而且在违背我们多元文化、拖元种族的精神 这样子的强制推行 会让马来西亚萌秀成为国际笑话 其实到底有没有波多顾客的选择权 这个是取决于讲说你怎么看待 因为有的人讲说在自由市场里面 要有充足的资讯才是选择权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 confuse with POC Free 跟哈拉 但是就是讲说 POC Free 是不是已经是充足的资讯 也可以是一种讨论 不过讲到这种伤害马来西亚的多元性 其实也不只是Teresa Koch讲 还有谁 很像MCA的张胜文 他在接受Astro的采访的时候 他也是有讲这样的话 然后包括讲说Gracan的互动墙 也觉得这个建议不是很好 所有的华籍政党 对他觉得应该以鼓励性质 而不是强制的性质 去让大家去做这件事 那除了华裔议员 公正党德国议员哈山卡琳也认为 这个部长处事不专业 那未讨论的措施来试水温 是不太应该的 在民间方面 印度餐厅工会Premas 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强制他们去申请 他们有权自己做决定 然后穆斯林餐馆协会Presma 不一样的 他则说 我们在讨论这个措施之前 强制之前 应先跟马来小商家协商 为什么他 他不是很多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啊 你等一下他发表呢 你不要这样凑凑人 OKOKOK 报纸我们目前是 他搞不好在跑步了 来不及 来不及讲完了 不要这样子 但是这种讲法也会有 穆斯林群体不认同 比如马来人工商会的主席 诺斯林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觉得我们这样子 会让我们成为国际笑话 因为 他针对的是最后一句国际笑话 他觉得非常 全世界也有相当庞大的清真市场 是希望得到这种更明确的清真认真 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 他就是清楚一点 是一个国际笑话呢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因为 应对特里莎哥讲的那个 穆斯林也会增加负担 非穆斯林增加负担 这点他有讲说可能 确实不需要老师动众 的话 可以有一个趋势 如果你是穆斯林 这样很明显你做的东西 都会是符合哈辣标准 你就不用再过 再去申请多一次 但是现在比较混淆的部分 可能是非穆斯林做的餐厅 我们就不确定你是不是哈辣 可能非穆斯林的去申请就好了呀 那如果加重我们的负担怎么办 非穆斯林暂停 这个就来到我们 纯商业讨论了 我们纯商业讨论了 就是 如果你自己想要做马来市场的生意 其实 去拿这个是不是无可厚非呢 可是你也会增加 就是很多的小店 他可能会倒掉啊 对吧 就是应该还没有办法申请 然后 会到会倒掉 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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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个员工数量要有啊 然后你的一堆程序 包括讲你不会请外劳 I mean外劳不会太多 然后可能你的这个 很多都是那种连锁才有办法负担 然后这种小店倒掉之后 其实也是会让物价通膨涨 因为你的顾客的选 只能去连锁店啊 顾客的选择全少 越少竞争 那这个市场就是越被商家给垄断 所以 虽然讲说 可能 是要非穆斯林的商店去申请 但最终 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我觉得到现在比较遗憾的事情 是我可能还没有看到一个 当然他们只是提议 所以没有很好的政策调查 有数据给我们知道 到底市面上 有多少这些所谓的 有Pork Free餐厅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规模存在 可能确实有很多很大的 人所餐厅 像刚刚 Jack Kim曾经的那几间店 都是蛮历史有九个 蛮大的 可能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这个其实在很多的商店 有很像我蛮喜欢吃Sukiyaki 有一间火锅店 不会讲名字 它其实就有分 它有两个brand 就是一个brand是专门 另外一个brand 它就是for non-Hara 就是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包括海底捞 其实旗下也有另外一间 Hara version的版本 那它其实就是 就是以顾客至上的原则 因为区分市场 你要讲菲穆斯林 华人华人很爱钱 爱钱的话 你一定是对顾客 你一定会做到最满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种大企业 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要做到满 我是不是听说 你可以分 但是我觉得对于小企业 中小型的那种小商家 我觉得确实 我不知道这个后果要谁来承担 当然最理想的是 这一切都是由市场推导商家自己决定 我是不是听说 在拿到Hara认证的企业里面 蛮大部分的比例 其实是非穆斯林 对 在Hara式的申请里面 有七成是non-Muslim去申请 因为我们更需要这个来 就是让马来客户放行 对 包括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创业圈的 他在看到这个新闻 他第一反应是 早就应该这样做 怎么咧 因为他申请了 所以他看不过也别人没有申请 可以变这么恶心精神 就是来他已经很努力做满了 做足手的程序 然后他看到其他店 这样子他就不开心 所以对我来讲真的就是 我认为那种中小型企业 才是真正会被影响到的 这样可能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推行一个政策 配套政策要做好了 就如果你觉得理想的社会 真的是大家都有Hara的话 你成本可能也要降低 新增程序要简化 对 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在七月的时候 已经讲要简化这个Hara的程序 安华政府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我们看到一些报纸 我自己去搜索 因为我没有申请过 就是有一些商家 他可能 因为这个程序是确实有点难 所以他们会请一些中介来跑 那到最后他花费的可能是一万 九千令吉到一万这样 真贵啊 对 然后他未来可能也会请多一些 需要请多一些员工 所以还是蛮大的一笔数目 然后包括讲说一些店 根本都没有办法负担太多员工 所以我觉得理想世界应该是 大家要尊重彼此 你也想知道 确认是不是符合你的教育 那我们也愿意去配合的话 这样我觉得应该要把整个程序 再方便多一些些 当然现在只是一个建议啦 不是讲条件变低啊 我是讲程序 当然他现在只是一个建议 我们其实也不懂他最后 会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有一点难去评判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把政策放一边 接下来呢 我们会来聊一些政治人物 针对这件事情的骂战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这里有好看要介绍给你就是 Affin Bank或者是 Affin Islamic推出的 Affin Awards 对的 这项计划是推出给我 这样子的专业人士 不是不是 是可以这样子 介绍律师啊 或者是像你们这样的 专业客户的 无论你已经是 或是还不是 Affin的客户 都可以申请成为 Affin Awards的会员 他们还很贴心的为你提供了 个人专属的财务顾问 让你知道最新的金融产品 有什么关于金融的疑问 也可以咨询他们 真的是超级棒的服务 Affin Awards 也会给客户享有 每年高达1.25%的 独特利息利润率 客户也可以选择 利息更高的定期存款 如果你是 Affin Awards的信用卡用户 你还可以享有终身年费豁免 而且消费的时候 还可以获得几分哦 除此之外 只要购买3,000定期 或以上的东西 就可以享有 24个月 0%的分期付款计划哦 还有还有 像我这么喜欢购物的 肯定是要确保 充分享受 独家商户的折扣交易 这样子才可以全身心地 享受到 Shopping的乐趣吗 加入Affin Awards 无需支付任何 额外的注册费 或者是用户费 负费条件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Affin Awards的详情 就赶紧点击以下链接吧 耶 欢迎回来 是的 刚才我们就聊到说 这个要不要拿这个 亲证认证的时候 Teresa Gorg出来 就发了3点这个 声明 然后很快呢 阿克马也出来了 她又来了 对她又来了 自从这个 好久不见了 关于这种主权议题 怎么可以没有她呢 对 她就出来拍一个TikTok 她就非常喜欢她 骂Teresa Gorg 你这个 老娘了 这个是我们 穆斯文世界 你不懂的话 就不要多管闲事 当然有一些证述 讲说 Hala不是只是 猪肉这么简单 也有很多卫生 我们很好 这么可以这样讲 甚至我们不懂 你就不要直手画 你就 一直叫 这样子 然后叫这种行动党 给她的头上贴一个 不懂她 这样子 就是 就是有这种 就是 阿克马衰先 就是 泡轰回这个郭树琴 是 图团党的One Fiesha 也是有讲过 也是有去抨击Teresa Gorg 讲说 就叫她不要乱乱讲话 这样子 然后这个事情 又演变成政治人物的 一场舞台 行动党这一次相当团结 就是 从Kelvin E 余丽文就出来说 骂说 这个阿克马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 而且是用这种 娘娘多这样的字眼 就涉嫌不准重女性的嫌疑 有吗 我其实不得娘娘多 我可能 来文不好 娘娘多 是起义吗 还是只是纯粹攻击她老 老娘惹 因为我觉得Teresa 应该不是娘惹吧 当然不是 可是她喜欢穿娘惹装 她常常会穿 所以 OK 但不管怎样 就是人身攻击 肯定是没有礼貌 肯定是支持Kelvin E的 她常常没有礼貌 这个事情 当然这次行动党也有出来力挺她 包括林冠英 包括陆加福都有在力挺她 但是呢 最近啊 这个警方表示 他们收到28宗的投报 对 关于Teresa Code的这个言论 对 所以他们呢 会引用这个 刑事法典505B条文 破坏公共安宁 和1998年通讯极多媒体 发行第233条文 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 来调查她 那就在前两天呢 她就已经在9月10号的时候 传到Teresa Code去入口供 然后呢 赵福达讲说 我们行动党会backup你 确保你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Teresa Code入完过后 也觉得我只是在发表我的这个看法 对 然后 行动党里面的一些马来的 YB也是有站出来帮她讲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敏感 这样子 她就是在反映民意而已 反映一些非穆斯林的心声 你强制我们拿这个的话 我当然也是有发声的权利嘛 对 那Mark Sabu的讲法就是 这只是属于个人意见啦 就是她讲说 我们马来西亚还会是领先的 这个哈拉认真的 是 但是呢 安华 就好像有一点要跟郭树清切割 虽然DAP是重情重义的力挺 他们的这个元老 但是 安华就讲说 这个只是郭树清的个人意见 我们没有 这不代表是西蒙立场 而且有事情 我们要Internet讨论 这么你要出去外面乱讲 实际讨论 你们在网络骂张是没有意义的 Oh my god 我不是很喜欢这句话啦 你不喜欢Internet讨论 你想要网络开炮 不是 我觉得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嘛 无论是公共 没有必要一定私底下 以前马华之所以会被人家骂 就是因为她一直用这个态度啊 跟你讲要圆桌搓团圆啊 那她的差别是她 她没有协商到嘛 不是咩 如果有协商到咧 那感觉他们是协商不到的课嘛 但是当你不是公开透明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协商到跟协商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公共领域上面讲话 我觉得无可厚非 当然她要承受她应该承受的炮火 但是你不能够 就是像以前前朝的思维一样 叫大家一直回到她 不要觉得她有点像是她 像是她这个东西已经演变成 只是一个政治的 对就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我最近看不太多 可能我的政策是这样这样这样你都没有看清楚 你就嫌慢 不是一个对的检讨政策的态度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 现在伊党也出来了 她就讲是 哎呀 特里加国被抓去 她一定会没有事的啦 因为安怀一定会听命行动 反而那你敢告她 就扣一个帽子嘛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演变成已经 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了 已经变成纯粹的这个 战争 然后很好笑的是 这个民政党 他就有讲说 这次不是我们国盟提出的哦 是你们自己内部乱 确实是内阁首相署提出的 首相署的宗教部事务部长 那你怎么看 为什么她当时候又没有私底下讨论 就是发表公共一天 我不知道 我又不认识Terry上 我觉得这个不是讲说 回到马华年代 然后华人要点点 我不是这么觉得 但是我同时也不认为 这个是因为行动党执政 所以现在的这种 所谓的敏感议题越来越多 我个人觉得 是因为社交网络越来越发达 以前只是在咖啡蛋吵架 现在翻上来 对社交网络一旦发达的时候 我们讲话 全部人都要变得更小心 而且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很容易 就会有更多的敏感议题出现 或者不一样的诠释 我可以理解 就是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穆斯兴 我现在只是想询问我 应该吃什么最安全 就有人来笑我让国家蒙上笑话的话 我确实会觉得 在这样子的网络讯息当中 它很容易就变成 变成一个缩写 就是它只讲我让国家蒙羞 它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都要更小心 因为这互联网年代 真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当你要看一件新闻的时候 你要看完整它的 context 不要只是看标题 所以在留言区上面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 多一点 好不好 国庆日要到晚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日 对啊 马来西亚日 9月16号要到 然后大家在那边吵成一团 我也是觉得 以和为贵 就胜意嘛 对不对 和气财胜财 对理性的讨论 理性的去 去看待各种事情 其实大家放下彼此的偏见 和恶意 其实这个国家就不会这样子 其实对方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糕 我讲这种话就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可是如果是张继安讲 让大家蹲下来才可以看到彼此 下面网民就 你很羡慕他 你很羡慕人家 对 你现在开始学人家 大家可不可以蹲下来 可是要八字蹲那种 对不起这样倒影 好啦就是这样子 还是羡慕你口住狂言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按赞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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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